爸爸去哪儿,已经播出5G了,当年的萌娃都已长大,最近就有网友翻出了康康,诺依,多多的近兆,对于看着他们长大的老阿姨,真是老泪纵横娃。 当年懂事的多多由于处于坏牙齐,皮肤有些有黑,面上还带着点鹰儿贼,虽然是美人胚子,但看起来少许有些稚气,几年过去,多多渐渐长成了大人,俨然一副淑女样,大大的眼睛完全继承了顺利的好基因有目有,长大后的多多不仅琴琪书画样样在行,小小年纪就已经翻译了几部世界文学作品。 郁和老师的话剧对手戏也是毫不许分呢,康康在节目中被称为高冷总裁,虽然外表高冷,但却有一颗细腻温柔的心。 如今的康康不仅长高了,身上是越来越有霸的总裁犯了,这张金车照有目有聊到你呢,接着就是我们的破血猫娃小诺依了。 早前在节目中诺依因为高颜值和软萌的性格,可是圈了一大不爱一份。 最近从刘也发的微博照来看,小编怎么发现长大的诺依身上,竟有一股偶像的忧郁气质。 不少网友看到后也表示,三人现在这样完全可以出一副儿童版的泡沫之下,多多饰演漂亮倔强的女主夏末,康康饰演霸道总裁欧臣。 诺依自带的忧郁气质肯定就是温柔的洛西了,M不得不说网友们的脑洞真大,除了网友PO出的几个萌娃,其实爸爸去哪儿,从第一季走到第五季,不少的萌娃都发生了很大的改, 剑,官配TP天仙和森蝶,长大后,不仅拥有一双逆天的大长腿,两人的颜值简直就是少年版的男神加女神,站一起也是配一脸的模样。 今日大王王世玲在节目播出后逐渐频繁,不仅与各路大咖参与电影拍摄,各种时尚走秀也是常客,近两年低调下来的王世玲,似乎长高变瘦了,少了婴儿肥的王世玲和公主形象欲发相像,长大了的王世玲,不仅能用流利的英文和外国人对话,这学起插话也是有模有样的,少了婴儿肥变漂亮, 除了王世玲就是凭借丑蒙长相一夜暴红的Grace了,最近Grace的妈妈T.O.出了奇境照,照片中的包子姐姐身穿P.E.红裙镜显示上朝外,曾经那个爱哭的小姐姐愈发的有气质了呢,而一向一低调著称的大剧虽然模样变化不大,但是小小年纪的她,最近竟然悄悄的拿了国际钢琴大奖了,看来以后更有底气对着爸爸说,你是魔鬼吗? 虽然猫娃们大多数都向着越长越高越长越好看的方向巴掌,但是也有不走寻常路的,费曼小时候长得非常水灵,还经常被误认为是女孩子,参加爸爸去哪儿,时也因为老怪的动作和好看的外表圈等无数,M默默地表示一句,小编还曾拿费曼的照片做投像。 但是随着费曼慢慢长大,那个曾让老阿姨心动的小男神居然变了样,这还是原来那个瘦瘦秀气的小王子吗? 除了小王子大变样,曾经公,认得小公主夏天也变了模样,在爸爸去哪儿中因为夏天是唯一的女生,加之混血长相可是迷倒了一片小女帝王。 夏天本身的性格很温柔,和爸爸在节目上的互动也是非常有爱,可是两年过去,夏圈不仅皮肤变黑,曾经温柔安静的夏天变成了各种深舌头,斑鬼脸的小调皮,完全没有了当初初女的样子。 M这是被爸爸搞像古怪的性格影响了吗?看了这么多你觉得谁变化最大呢?